要是蜀汉有预言家 能提前预言到刘备宜林会战败就好了 有啊 真的有啊 你就是蜀汉第一预言家 你忘记了吗 我带你 孟茴三国 你们都是东汉一州的本土大家族 擅长于预言术 第一代预言家里面 最强的是董福 任安 周叔三个人 合称为一周三玉 这是你的偶像 你从小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成为他们 超越他们 三玉里面的周叔的儿子周群 和你年纪相仿 志向相同 你们俩常常PK预言术 从理论知识到身边的小事预言 无数次交分 但旗鼓相当 都是平手 你们二人成为智友 你们约定要通过预言术 让一周躲过所有灾祸 要创建一个美好的一周 突然有一天 皇亲国戚刘烟带兵进入了一周 说自己是朝廷分的一周墓 对一周各家族打压压榨 你非常不理解 皇亲国戚刘烟 为什么要来偏远的一周 周群说 他得到的消息是 这一切都是董福造成的 董福 一周三遇 我的偶像 他造成的 你疑惑 周群说 董福预言 一周要出天子 他是刘烟的手下 刘烟想当天子 所以来了一周 你无奈的摇头 简直荒唐 还有这种操作 就算一周会出天子 那天子是谁 也是天命定好的 不是说你来了一周 这个天子就是你呀 果然 刘烟折腾了很久 又是私造天子用的马车 又是派儿子勾结马腾 想打长安 干掉汉县地 自己好称地 结果都失败了 又天降大火 把他造的天子马车给烧了 刘烟终于意识到 这个一周的天子不是他 他精神受到了打击 一下子病倒了 死了 刘烟死了 儿子刘彰接位 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中 是个千载难分的好机会 如果能抓住机会 一周人就能赶走外来的压迫者 同时 荆州的刘烟 也在暗中支持一周人民 就这样 一周人甘宁等人爆发了起义 但万没想到 刘彰启用了一股新势力 叫东州派 压制住了一周人民的起义 东州派是由三府人和南洋人构成 他们是假许乱武的时候 造成的难民 东州派压制住了本土人 成为了一周第一派系 许多本地人为了求发展 向东州派投降 这种本地人 令你和周群非常的鄙夷 觉得不耻 刘彰重用东州派 但又不敢完全信任东州派 因为如果放任东州派变强 他自己可能会变成傀儡 所以开始逐渐启用一周本地人 想用本地人来制衡东州派 这样刘彰自己才能稳固 这对于你们一周本地人来说是个好事 就这样 你和周群出山了 给刘彰当从事 周群被分为师友从事 周群告诉刘彰很多预言 传言说有地方的男人成了女人 周群说 汉哀帝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 这是预示着要改朝换代了 汉朝要完了 刘彰问你怎么看 你说庚子年汉朝就会没了 大家惊呆了 觉得你比周群强呀 你能预言到具体哪一年 还有很多人不信 说你是胡周的 周群力挺你说 你才是一周第一预言家 207年10月 有刘星划过荆州 周群一言说 刘彪要死了 刘彰问你怎么看 你说周群说的对 第二年刘彪就死了 212年有惠星出现在五诸侯附近 周群一言说 西部的五个军阀要完蛋 此时张鲁在西部的汉中 韩岁马超在西部的梁州 奉剑割据在西部的梁州 周群说 这些人未来都会被曹操消灭 刘彰问 不是五个西部的诸侯吗 还有一个是谁呀 周群看了看刘彰 刘彰恍然大悟 原来最后一个就是自己呀 这个消息私下里被人传开了 首先陷入惊慌的就是东州派 东州派杀过益州人呀 现在刘彰在 益州人不敢报仇 那刘彰要是完蛋了 东州派怎么办呀 所以东州派急于希望 有新势力能成为新的益州之主 他们效忠新势力 能保持住现有的身份 益州人不敢报仇 刘彰也惊慌了 总想着要逆天改命 想做点什么 想依靠外来的力量来破局 这时江湖传言 周瑜要来打益州 把刘彰吓得不轻 你听到这个消息 呵呵一笑 周瑜 又一个冲着天子预言来的人 刘彦想当天子 好歹人家姓刘 你周瑜姓周也想当天子 你来搞笑的吗 没过多久 周瑜死了 但五诸侯的预言 还是令他很恐惧 他认为曹操消灭了张鲁过后 就会来进攻自己 曹操那么强 谁能打得过他呀 这天下间只有刘备 能和曹操抗衡 所以刘彰打算 让刘备打下汉中的张鲁 守住汉中 以秦敏为屏障 来防御曹操 有人说了 万一刘备有反心呢 刘彰认为自己能控制住刘备 之前刘表把刘备当番鼠 都控制住了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 就这样 刘备作为宾客入川了 你作为刘彰的从事 跟随出席宴会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刘备 也是刘备第一次见到你 刘备一见到你 哇好家伙 你这一把落伞胡子 像玄九成一样 刘备调侃 你说 他说 以前我在家乡捉县 姓毛的人很多 咱们县令就说了 咱们捉县呀 被姓毛的给包围了 捉被毛包围了 这话啥意思 你思考了一下 懂了 鸟用嘴巴来捉东西 就是说 我的嘴是鸟嘴 被我的大胡子包围了 你立刻反尘相机 你说 以前有个人是路县的县令 后来当了捉县的县令 辞官的时候呢 别人给他写信 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你要称呼他是路县令呢 那就忽略了他的 卓县令的身份 反过来也是一样 干脆叫他路卓君 这话啥意思呢 刚才刘备不是用捉 来代替鸟嘴 代替嘴吗 现在你说路捉 路就是漏出的意思 嘴漏出了 说明胡子少 你是在讥笑刘备 胡子少 无需 当时的男人 胡子多表示雄壮 胡子少呢 会被认为不雄壮 会变成笑话 加上刘备生 阿斗生的晚 46岁才生 那是不是因为胡子少 不雄壮呀 刘备只能用哈哈大笑 来掩盖没面子 不过刘备也是 你自己胡子少 还要跑去调侃别人的 胡子多 这不自找倒霉吗 但是你在意的 不是这个点 你思考的是啥呢 俗话说 打狗还要看主人 我是主公刘章的从事 你刘备是主公刘章的番薯 一个番薯 当面戏弄主公的从事 刘备这样的番薯 未来能忠诚吗 你想到了这些 但你并未告诉刘章 因为在你看来 刘备如果取代了刘章 对于益州本地人 不一定是坏事 在刘焉时代 本地人被压制 在刘章时代 本地人被用来制衡东州派 但如果换成刘备为主人 局势会不会能变化呢 你再思考 士族顺存法则第一条 士族必须和控制 自己家乡的军阀合作 相反 主公也要和本地的世家大族合作 刘焉刘章都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不长久 刘备是见过大世面的 经验丰富的老牌政治家 这个道理他应该懂吧 所以刘备的出现 令本地人和东州派 都认为是个绝好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刘备一和刘章三连 一周本地人和东州派 纷纷投降刘备 刘备快速占领了一周 刘备上台后 会重用的还是东州派 为什么呢 因为东州派是刘章手下的高官 高官投了刘备 继续当高官 本地人是低官 低官投了刘备 继续当低官 除此之外 你还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点 有预言加预言 东州派无疑的妹妹 未来能当皇后 之前刘备为了银河预言 让三儿子娶了无疑的妹妹 现在刘备为了银河预言 自己想当皇帝 干脆自己娶了无疑的妹妹 东州派成了刘备的老婆 成了刘备的大舅子 那本地人还干得过东州派吗 你本以为刘备 不会做这种银河预言的荒唐行为 而是会根据 士族生存法则来行事 结果万没想到呀 你私下里说 刘备这么玩 他也玩不了多久 你和周群依然坚定信念 作为一州本土的第二代预言家 必须努力 一定要让本土人 过上不被外来军阀压迫的生活 你和周群成为了刘备的官员 周群被分为乳林校尉 你被分为一州后部司马 四年后 刘备想和曹操争夺汉中 让周群预言 周群说 能得到汉中的土地 但是得不到汉中的人民 而且如果有偏师 偏师必定失利 刘备听完后很不开心 想找别人听听观点 周群推荐了你 说你是一州第一预言家 你对刘备说 不可以去争夺汉中 军队必定不立 刘备因为胡子事件 本身就看你不爽 现在你又被说成是一州第一预言家 一州第一预言家说我不立 刘备内心较劲 好 那我就跟你告到底 我把所有的资源全部砸进去 我就不信我打不赢 除了荆州的关羽军之外 刘备集合了所有兵力去打汉中 清朝出动 要求本势力所有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 孤注一掷 拼命进攻 结果果然 第一 周群说对了 张飞率领的偏师失败 乌兰雷同阵亡 第二 周群说对了 曹操已经把汉中的人口牵走了 即便打下汉中 也拿不下汉中的人口 第三 你说对了 刘备的主力军 清朝出动的情况下 还是打不动杨平关 干不动夏侯渊 打了一年左右 依然打不动 刘备陷入了焦虑 幸好在法政的羊毛下 局势发生了变化 斩杀了夏侯渊 刘备占领了汉中 虽然刘备赢了 但刘备心里明白 这是一次超级赔本的买卖 而且东周派的法政 确实立了大功 刘备分法政为 尚书令加护军将军 尚书台一把手 加中央军统帅 你们本地人更绝望了 别说本地人 荆州派和元老派 都被这个官分绝望了 未来一定是东周派 把元老派 荆州派 本地人按在地上摩擦的节奏呀 就在此时 你作为一周第一预言家 预言了一条爆炸性的信息 你预言 刘备223年会完蛋 你知道这个消息非同小可 曾经周群一名预言到 刘章要完蛋 这才导致刘章请来刘备 本地人和东周派 都对刘备政治投机 那这次的预言 刘备会完蛋 历史会不会重演 本地人会不会觉得 又要换个新主攻 自己就能反挑东周派了 而东周派会不会觉得 必须依附新主攻 一旦让本地人占优势 自己就会被诛杀报仇 现在又多了 荆州派和元老派 局势的变化更加复杂 你只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身边亲近的本地人 然而你又被本地人坑了 有人为了好处 偷偷把消息告诉了刘备 刘备极为愤怒 要处置你 诸葛亮去劝 极力夸赞你的才能 刘备说 他的才能再好 像芳香的兰花一样 但他长在了我的门口 堵住了我的路 影响到我了 我也得处理他 就这样 你的罪名是汉中之战 预言不准 处罚的结果是 在闹市被斩首 在东州派 京州派 元老派 本地人 这四方势力来看 你被斩首的莫名其妙呀 一些人开始打探原因 在得知 是因为你预言了 刘备223年会完蛋这件事过后 四方势力的心态 都发生了变化 你的死成为了一个序幕 接下来两年里 东州派法政死 孟达判 刘芬被刺死 黄中死 元老派 弥方富士人判 张飞玉刺 本地人彭样被斩首 还有 降将马超也死了 两年之内呀 护军将军死了 副军将军死了 票旗将军死了 车骑将军死了 前将军死了 后将军死了 刘备这还打啥呀 主力全部挂了 刘备只能带着替补 去打伊林之战 伊林战败223年 刘备果然死了 你的预言准了 你在地府里等着刘备223年 刘备到了地府 你微微一笑 陆卓军 我的预言没错吧 你懒得和刘备 摆扯这些旧事 你最关心的是 一周本地人 啥时候能崛起 啥时候能不被 外来的军阀压迫 益州本地的预言家 能不能带着 益州人民 过上幸福的生活 刘备死了 蜀汉进入到 诸葛亮时代 本土人依然被压制 后来进入 阿斗时代 益州第三代预言家 乔州带着他的党羽们 逐渐开始 获得一些话语权 最后 当邓爱 濒临城下的时候 虽然成都 兵强马壮 粮草充足 但乔州一党 代表着益州 本土军民的利益 要求阿斗投降 阿斗还算实相 如果阿斗拒绝 可能会被绑了现成 益州本地人 在经历了 刘烟 刘彰 刘备 诸葛亮 阿斗五个时代之后 终于迎来了 不被外来军阀压迫的时代 140年后 乔家后人在巴蜀 创建了益州本土的政权 只称乔蜀